日前,平顺县五条农村旅游公路同时开工建设,将把太行水乡、通天峡、神龙湾等主要景区撮联起来,平顺县旅游集区的大格局逐步形成。 平顺县有太行水乡、天极山、通天峡三个国家4A级景区,周边还有红蹄、谷关、神龙湾等众多民族村路,过去因为路况不好,旅游开发深受限制。 这次投资11亿元,建设总理称119.57公里的五条农村旅游路改造工程按三级公路标准修建,预计2019年竣工通车,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到达景区的最快捷通道。 这五条农村旅游公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由山西路桥集团承接项目融资建设。 当地政府负责前期投入资金建成后,可解决景区通行最后一公里问题,满足农村旅游、扶贫旅游等多样化发展需求。 我感到非常高兴,高兴的就是我们石头革命的路去,再有这条旅游公路,能带动我们全球的经济发展,老百姓这个,干部带头,老百姓这个。 这叫旅游路,这是我们周边群众的,修好以后是我们周边群众的幸福路和支付路。 为确保项目快推进快建设,平顺县实行领导包项目任务到人,责任到人,权力把好质量观,进度观,安全观。 加快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全县战略性支柱产业和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 感谢观看